这个 这个法非常好 以猛力足踩之 你踩得不够的话 左右脚一起踩 跳起来踩都可以 你看到什么就踩什么 你知道当然这个金刚神的 这个足都是踩 用踩的 密教里面呢 你看看那个金刚神 金刚神将 几乎他们的脚都是踩着 踩着那个凶神扼煞 凶神扼煞追你 你怕什么呢 化为金刚神将 四叶金刚 用脚猛力踩他 你看哪一尊金刚神将 脚底下不是猛力足 踩那些凶神扼煞 要懂了这个法吗 为什么他们 这个密教里面的这个 大外德金刚 对不对 降三世明王 五大金刚 惠记金刚 喜金刚 热金刚 圣热金刚 这个十轮金刚 他们脚底下踩着这些凶神扼煞 这个就是要你踩的时候吗 叫你那个脚啊 两只脚啊 赶快显化成为金刚护法 用你的双脚去踩 猛力足踩之 让他这个噩梦啊 死掉 就不会产生 这是一个 可觉 你假如有不好的梦境 就要这样子做的 好 我以前在这个 《睡梦大手印》里面写到 如佛涅槃 你在睡觉的时候啊 像佛一样啊 涅槃 这个涅槃啊 这两个字真的是很伟大的 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两个字 这个就是极灭 极灭的现象啊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一切归于无啊 你在睡觉里面啊 能不能说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一切归于无 归于无的这个现象 能够产生出来 你能不能 没有时间 你就醒过来 没有空间 就没有梦 圣人无梦 没有梦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就是涅槃 活佛在涅槃之中 但是他在涅槃之中啊 能够也能够 应用自如啊 也是神通自在 这个就是伟大的地方 因为他没有空间 因为他没有时间空间啊 所以他的这个神是一样 无穷尽 这个是涅槃啊 涅槃不是死哦 涅槃不是死哦 不要误会了 你身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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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前身啊 行者的前身啊 化为红色的光明 红色的光明 身后不见 任何一个 涅槃在主要找你 这个行者哪里去了 没有 一片红光 哪里有行者 那师尊啊 那师尊啊 到香港 到图灯达吉 上师那里去 去那里 去见这个图灯达吉 上师 师尊跟他顶礼 一礼拜 噢 咔嚓 照相 他的适者很喜欢照相 啪啪啪啪啪 拼命拍 一拍 诶 诶 卢时针不见 只有红光一片 没有 这一次去香港啊 我这次去香港 去图灯达吉 上师那里 他的适者 车子要开了 他拍我的车子 啪 哇 车子不见了 化成几道彩虹光 都没有了 你真正能够睡觉的 你真正能够睡明光法 你的身体不见了 只有声光啊 只有一片光芒在那里 燕青寨主 怎么去找你 那个地域里面的 勾焚死则 拿着牌子来找你 找了半天 哇 怎么搞的 勾到哪里去了 怎么找不到他了 他因为炎王已经 看看时刻已经到了 应该勾他了 他怎么不见呢 他没办法回去交差 怎么办呢 看看一只老鼠 抓这只回去好了 找一个替代的 这麻烦啊 一个行者啊 要能够拖生死轮回 你不能给那个燕青寨主找到 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业障 我发觉每一个弟子也有很多的业障 前世的燕家找你 你没有办法 哎呀 这怎么办 你要修这个 你身体啊 化光 他找不到你 我以前在书上常常讲啊 有没有 石针在睡觉 也会做这个防护 哇 把床旁边化为水 都是水 哇 水淹金山 水淹金山 都是水 他过不来 哎 那个魔好厉害啊 他变成一条蛇 油过 变成一条水蛇 他油过来的 哎 我睡在莲花里面呢 脚伸在莲花外面呢 我说 把你咬的大头部呢 咬那个大拇指 哦 我怎么很疼呢 没有办法 金刚火网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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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斧就起来 金刚火网 哇 那条水蛇啊 要摇我的脚 就碰到这个金刚火网 没办法 这烧得咬咬咬咬 差一点啊 好像没有这个烧烤蛇的 有那个焼鸡鸡 我是知道有焼鸡鸡 烧鸟 但是没有烧烤蛇肉 我做防护可以啊 但是最好的防护啊 告诉大家 最好的防护 就是你深红不见 你根本就不见了 你不见了 就是最好的防护嘛 因为谁都找不到你嘛 燕青寨主都找不到你嘛 要修到这样子 你在睡觉的时候啊 你的人不见了 你只是一片 化为一片光明 你的睡梦里面 要修到什么程度 你既然化为一片光明呢 你就微尘不然 谢谢大家